我和太太大約三歲的時候患了小月麻痺症 我只穿一隻腳架 而我太太比較嚴重 差的時間轉了用手動輪椅 都可以自己推倒自己 但現在情況再差一點 所以出外的時間需要用電動輪椅 其實我去很多地方 我要事先去走過 哪裏找到一條路 我太太能走到的 樓下地上 其實是一條捷徑去港鐵站 但因為又有一級 我太太又沒辦法上到那個級 也用不到那條捷徑 我們要繞他相場多走十分鐘的路 如果多些無障礙的設施 我對我太太可以放心 對一個照顧者來說 其實都節省到很多力 當一個有殘疾的朋友 他擔當照顧者的時候 大家是不會覺得他做得到 也因為大家不認為他能做得到 所以他那個照顧者的身份 很多時候是不會被看見 1、2、3 我來拖一條頸巾來這裏 看那個大樓 詩明是我一個二十多年前認識的朋友 他本身是傷殘舌 身體比較弱 所以不可以經常出外 你放在他那裏 這個就是兩隻雞腿 如果我們有一個能力 可以去跟他們做朋友 或者關心他們 給他們一點點東西 讓他們感覺到人間又很愛 這樣就很好的 我家裡總共有四個人在這裏住 有兩個傷殘舌 兩個健全人 所以我們不可以說 做到全部適合傷殘人士居住的環境 如果將來真是 十年之後 我太大這個機能再衰退一點 去不到廁所又怎樣呢 會不會我們去租一間屋 又或者住老人院呢 那我當然會選擇 寧願在家裡的生活 在一個社區裡的生活 社區的生活 和寧願的生活是不同的 很多殘疾的朋友 其實他們很少得到 照顧者需要的訓練 他們可能很多時候 腹抱 弄傷自己 他們都不知道 感受 很窩心 每天都會感激他 因為他都要用很多忍耐 有機會可以一起給予相愛 給予相照顧 去到一起 已經是一個福分 我們很好享受延續的一刻 謝謝大家